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开 让开 是呀 弄不好真要搞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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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护你 加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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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娘去看看 精品 画得太棒了 嘉阳 娘 您看 这篇显尸先生的文章和漫画 手足相间和太极 对眼下的形式 简直是信手拈来 一针见血 又是什么显尸显尸的 有空啊 多给你自己的工作 想想办法吧 你少看这些无聊的小报 去 去看看你月姑回来了没有 以前倒没见他怎么出门呢 怎么这段时间身体那么差 还到处跑 真是让人担心啊 我叫你收被子 这太阳都山到西边去了 被子还在东面吹风 你是不是想冻死我呀 整天画这些没有用的死人画 对对对 什么死人画 这叫漫画 在国外漫画家地位很高的 国外 你少拿洋人老糊弄我 我就知道呀 你把家里的墨水化光了几瓶 我也没有见过你 扛几块大洋回来呀 妇人之见 我跟你说吧 我最近连载的 这个手足相间的系列漫画 已经在社会上 引起了广大反响 这回呀 起码做个副主编 到时候又特别津贴 你就帮我数大洋吧 怎么可能呢 天都黑了 它能上哪儿去呢 我也觉得奇怪 娘 我最近老剑月姑 好像背着人在写什么 我去找找看 月姐 你上哪儿去了 我去办了点私事 办什么私事 要这么长时间呢 瞧把你吓得 我这不回来了吗 对了 有你一封信 好像是从你老家寄来的 怎么了 月姐 有事啊 老家遭灾了 让我赶紧带点钱回去 对了 淑青 妈最近好吗 精神挺好的 就是啊 还时不时地放糊涂 要不是这样 我看啊 她都快改上百岁舍太君了 淑青啊 这些年找姑娘 全都靠你了 你一个人够累的 这是我应该的 再说了 还有小春呢 都十二年了 小春也熬成春嫂了 她都跟妈分不开 更何况我们骨肉亲情呢 是应该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那么贤惠 我绝对不会背弃你的 天璐 我知道你对我好 家里的事 我会尽力的 你放心吧 这也是我们周家的家教使人 对了 大荣呢 这两天都没有见到她人呢 她 好像跟着一个女同学 偷着学开车 她一个女孩家 偷偷学什么开车 女孩子应该在家里 琴棋书画 哪怕真知女工都行 在外面乱跑什么呢 她 你还跟我说什么家教 我看你连相父教子的道理都不懂 老爷 你别生气 您息怒 是我不好 我没本事 我要是 我要是 能给你生个儿子就好了 好了 我刚刚是随便说说 你千万别多心 对了 今晚有应酬 可能要很晚回来 你别等我 自己先睡吧 尽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辛苦了 但是呢 看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看你最近都写了些什么 革命 内战 独裁 还把人家大将军画得这么难看 这跟咱报纸有什么关系 我们做记者的不就是要把事实摆在人民面前吗 我们现在国家积弱积贫 内忧外患 正是我们四万万同胞应该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人们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报道这些独裁者的真面目 你没有出生在秋景 陈天华那个年代 真是可惜了 我就觉悟晚了几年 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做他们的马迁足 你现在去也不晚 就照你这么个写法 你早晚有机会追随他们的 我说你这人怎么有点不知是非正义啊 正什么义啊 这是老板亲自拿下的文稿 以后的几期漫画专栏 你也别写了 咱们办的是邮报 要的是那些风花雪月的玩意儿 你写的这些生动性的东西 跟我们的文封完全就是格格不入 这混蛋 你说什么 我说 祝您长命百岁 好 我不跟你记下 你去采访一下廷怀传娘 顺便呢 做个专栏 画一些风韵画 你说什么 你叫我去给那些卖笑卖身的风月女子做个专题 画春宫啊 我觉得你的鼻子上应该挂个鳖鱼 什么意思 休想 要去你自己去 哦 对对对 我忘了 您不是最喜欢那种软绵绵的调吗 可惜啊 你运气好 是老板亲自点名要你去 你要是有意见的话 自己找老板说去 什么叫贴近生活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你看看那些同事 谁不羡慕你啊 张喜民 张喜民 在看谁的来信啊 看得这么惊惊有味 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呢 当年跟着外国和尚去国外取经 现在早算要回来了 算是日子有十几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有了朋友就不用惦记我了 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 我成千山万死地求你 你 可你才答应过我几回 至少 我也答应过你几回啊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有约在先的 两情相悦 还有什么约不约的 说句心里话 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啊 人家说 路遥知玛丽日久尽人心 难道这样还不能证明什么吗 我们俩在一起十几年了 清纯的熬成橘子皮了 没想到你还没忘记他 好了 你也别吃什么醋了 你们两个人对我来说 一个他 固然是我爱过的人 还有一个你 毕竟是疼我的人 难得 真是难得 我徐天璐总算得到一个红粉知己的青睐 我倒是觉得 这段日子 你看起了心事重重的样子 只是我老婆刺激 生了个女儿过了这么多年 这肚子就再没动静了 我有点老了 膝下无子 我现在总算能体会到鸡贵当年的心情 都说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别人靠儿子 你说我靠谁啊 月姐啊 家里的事情办好了 你可要早点回来啊 文卫啊 你说我这次回去 还要回来吗 当然了 这儿有哪件事情 能少得了你月姐呀 我老了 再让我在传菜堂子里讨银生 我的腿都大颤了 传娘做了一辈子 无非是趁年轻时 既攒些钱 老来不知受穷 就算做得再好 都得看别人的脸色 我呢 老都老了 不想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所以这次回去 我就不回来了 那这个堂子就不要了 文卫啊 你来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呢 其实传菜馆能起死回生 顾客迎门 都是靠了你的手艺 你千万别那么说 要不是你肯收留我 我跟家阳哪有今天 家阳就快要大学毕业了 马上就要找工作领薪水 而你呢 更没有必要再寄人篱下 你的意思是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这次回去呢 也确实需要钱 我就想啊 要是你能够再掏一些钱啊 月姐 我不是不想 只是 顶下这个堂子 那得好多钱呢 我那点积蓄 早就用在家阳读书上了 别急 别急 我都想好了 这传菜馆给别人 我还真是不放心 要是你能顶下来 那六公公他们一帮老人 都有个去处 这样吧 钱你就分着给 先凑一点让我应个急 剩下的什么时候有了 就什么时候给 月姐 你让我想想吧 哎呀 好了 不要再想了 不就是传签的事吗 咱们姐俩有啥不好说的 哎 说实话 就是没有这封信 我也要把这传菜馆过户给你 其实 我已经在向明雾局 申请过户了 月姐啊 你可是想尽办法再帮我呀 像我堂堂的记者张喜年 不能跑正经 偏来跑什么传娘 那个王八蛋主编是怎么安排的 哼 我就是跑社会底层 早晚也写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来 到时候 非让你跪在地上仰视我 麻烦你 你吵什么呀 没看到正忙着吗 先到外面等着吧 一会有人来再叫你 我是精灵邮报的记者 想要调一些今年注册的 秦怀传娘的户籍资料 这事已经跟你们主任说过了 无冕之王啊 请 这样 我懒得去拿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好吧 行 我给你拿去啊 谢谢啊 这最近呢 办证的人也太多了 什么传娘 什么妓女的 你说什么 你把我们跟妓女相提并论呢 送我口误行了吧 这不考虑先来后到 你说你们该补的手续还差得远呢 就比如说卫生证了 卫生证 不会吧 你们连这个都不懂 那你们还做传菜啊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 那就不用过户了 回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你 文威啊 对不起啊 时间过得太久 我们已经忘了怎么过户了 麻烦你再指点一下吧 谁知道你们除了卖菜之外 还买不卖别的 这万一弄些不干不净的东西给客人吃了 这身上再长出点什么东西来 最后麻烦的可是我们呢 你吓流你 别太张狂了 门口有记者 记者怎么了 这么说你是新来的 这年头谁敢得罪记者 这些人啊 最擅长的就是指桑马槐 平地生风 到时候和妮子报纸上 来个漫画 肖像什么的 那你啊 可就一臭万年了哦 好 好 文威 喜泥 文威 这是谁啊 他说表哥 喜泥 威威 威威 那你们先聊着 我到传菜馆去等你们 威威啊 记得带表哥回来吃饭啊 好的 你去吧 我先走 十多年了 我每时每刻都得为当年的不辞而别而内疚 只怪我当年太年轻气盛了 如果不是 救救他们 不过 你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 我太欣慰了 事过境迁 既然一切都过去了 就不用再提 可是我难以忘怀 当年在南巡的张姓明已经死了 现在的张姓明 正在为大众疾呼 我再也不能中庸了 我的笔名叫 醒尸 醒尸 是你的笔名吗 嗯 我儿子佳阳 很喜欢看你的漫画 你儿子 金宝的 不是 我后来 嫁了一个淳于 嫁了一个淳于 他死了 但是他留给了我一个好儿子 哦 哎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你你活着就是最大的好的 我我会尽尽我力所能知的一切 来补偿你们的 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受到娇宠的红文卫 我养过自己和儿子 我靠自己活着 那文路跟金宝呢 我也曾经拖到上海去的熟人 打听他们的消息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想 也有人说 他们俩分了我爹的家产 不知道正在什么地方 享受他们的人生呢 我觉得老天自由公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果他们真的没了良心做事的话 肯定会遭到暴力 我不知道我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恨 或者 到底有什么值得恨 因为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恨谁 或者究竟为什么而恨 或许 任为了自己的私利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文卫 我 我不是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我愿意为你付出 来来来 里边请 娘 有客人 家阳 这不是客人 快叫舅舅 舅 舅舅 文卫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这些年 你可真不容易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不 补偿你们母子俩 你们没钱 我出钱 你们有钱 我出力 请您那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哥 不但是你的表舅舅 还是你最喜欢的精灵游报漫画家 醒尸 醒尸 是我舅舅 表舅好 好 来喝酒 对了 张先生 听说您是记者 有件事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忙 月姐你太客气了 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呢 想急着回老家 就想把这船菜馆 干净过户给文卫 就是民物局的办事 实在是太拖沓了 小事一桩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真的 一定 太好了 我送送你 好 舅舅再见 再见 再见 张先生再见 好 走 好事啊 进来吧 真是苦尽甘来啊 能拥有一个菜馆的话 就等于一个家业的起点 这也是命吧 天不绝人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 遇到了月姐 而且 在她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遭遇了那么一档子事 让她心念俱灰 什么事啊 以前商会的周会长 在这吃河豚中毒身亡了 一转眼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哦 这事在当时 好像很轰动啊 她刚才怎么没告诉我呢 其实我做记者的 可以帮她做些弥补的事啊 这件事 已经成了她长久以来的心结 要不 她也不会把船菜馆让给我 只问我收个定钱 可我 又上哪去弄钱呢 排下这菜馆需要多少钱 船菜馆虽然旧了 可是寄托了她一生的心血 最起码 也得五百块大洋吧 我能够筹到一百块大洋 就已经不错了 我想想 还是放弃算了 怎么能放弃呢 这事我来帮忙 这样吧 明天下午五点之前 我给你答复 这么大一笔钱 怎么能麻烦你呢 什么叫麻烦 我是举手之劳啊 我呀 可是 别说了 再说我可生气了 等我好消息 啊 徐天璐电报 徐先生电报到了 来了 谢谢啊 不用谢 老爷 老爷 电报 好 天助我也 我的兄弟要来帮我了 你的兄弟 干嘛 像我这样的人 就不能有兄弟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是 是金宝 他可是我最亲最亲的兄弟 是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兄弟 我年前从商会那边 朋友千辛万苦 帮我打听到金宝的下路 我好不容易跟他取得了联系 就告诉他 我的创业计划 他非常感兴趣 说来给我帮忙 结果没想到 他说来就来 居然这么快就到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兄弟 不过人家现在 也不叫金宝了 取了个阳名叫做 亨利的 亨利 你找什么呀 我是不是有个一百元的折子 是这样的 我娘家有个哥哥 体会 我入股了 利息要比银行高得多 你开什么玩笑 这么大的事不跟我说一声 你太放肆了 你 你是不是输在麻将桌上了 怎么可能 你真是的 我真的入股了 而且保证年底翻一翻 年底 我现在等着要献钱 你干嘛 要有那么多钱 你管 我怎么就不能管了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升副主编 拿特殊津贴 我还等着帮你数钱 你就等着吧 一网 张先生对笔号非常关注 那是 这下是铭记在心 我 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 你说这五百块大洋 对您这药业大亨来说 那真是 酒浓一毛 那是 那是 五百块 我白送你都行 只要 你能帮我一个忙 我的大部器械单广告样板 在你们报社压了一年多了 你能帮我把它给发了 往后啊 什么事都好商量 怎么样啊 您的广告 不是要检局正盯着呢吗 可五百块 那也是钱呢 我能这么容易给你吗 好好想想吧 君子不识皆来之事 你也好好想想吧 你以为你值五百呀 我能帮我 踢一把踢一把 好 走 金宝 金宝 文禄 怎么算让我把你给判回来了 骆眼归根呢 是该回来了 你才几岁 什么骆眼归根 我还等着跟你一起打到参天大树呢 哈喽 爹地 哈喽 传说中的安可 太没规矩了 下来 应该叫伯父 叫什么阿 阿Q啊 安可就是伯父 你懂不懂英语啊 那你为什么叫我传说中的安可 因为一直听爹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当然就是传说中的安可了 那你就是传说中的大龙了 yes 大孩子啊 比我想象中还要可爱 大荣 这车哪来的 哦 是琉璃她借给我的 借给我三天 我要带uncle去兜兜风 先这样 先这样 我一定能赚到钱 我一定能赚到钱 我一定能 欣明 你今天在这儿蛮亢奋的嘛 采访到传娘了 采访到了 都家报道 一个传娘的心酸史 我又得提醒你啊 我们要的是风月 风月 不是历史 哦 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 要告诉你 你媳妇打电话来说 她今晚不回家了 这是跟帮贤太太又去搓麻将去了 人无大志 终不成器 真的 我现在真是 真是好悔啊 我倒霉就倒霉在这门当户对上 对了 又怎么了 当年 那个 秦怀和尚有个命案 是一个 商会的姓周的一个会长 被河吞堵死了 那个事是您跑的吧 哦 有印象 当年啊 那个案子是我跟的 有机会我给你找找报纸去啊 哎 谢谢 啊 我在美国 主修金融经济学 所以除了金融 我可是什么都不会 你刚刚说要我帮你 我看现在中国变化那么大 看来我不帮你是不行的了 正好 我打算要竞选南京商会的会长 如果能够用你的才华 帮助我把产业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 将来这南京城就是咱们兄弟俩的天下了 我对什么会长啊 天下都不感兴趣 倒是对我这么一个 已经不年轻 又想一展才华的人来说 这个刚刚从千年帝国制度下 苏醒的中国 倒是提供给我很大的商机 让我实践我在西方学道的理念 就像步道一样 这也是我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啊 果然是喝过羊毛水的 你的口才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我只知道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你回来了 这个叫兄弟携手 齐力断金 来 干一杯 来来来 弟妹 我要特别敬你一杯 这 这么多年 你把须仪照顾好了 公莫大焉 哪里哪里 还有啊 我这个兄弟啊 从小心比天高 我看你把他照顾的气色这么好 还生了大龙这么一个美丽可爱的天使 我是既敬佩 又羡慕 贵奖 贵奖了 菜来了 太太 这道炸响铃是老太太最爱吃的 先给她送上去吧 好的 弟妹对须仪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啊 若非亲眼所见 实难想象 真是不容易啊 也别说容不容易的 到底是自己的亲娘吗 就算花再大的气力 那也是应该的 杀人归来了 老太太 杀人归来了 杀人归来了 别吃了 别吃了 杀人归来了 奶奶 老太太 杀人归来了 杀人归来了 娘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杀人归来了 小春 和我娘进去休息 好的 杀人归来了 你还带着办法 快去啊 杀人归 来 来 这么多年了 许一也不见好啊 我娘辛苦了大半辈子 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 想不到她还是无腹相受 会不会是老爷当年的死 给她的刺激太大了 这据散匆匆亲友凋零 往事不堪回首 现在既然你回来了 咱们也步入中年了 时不我待 该是咱们大阵鸿途的时候了 娘的情绪稳定了吗 稳定了 按照国外的说法 这是属于心理上的疾病 所谓抑郁成疾 你们呢 不能老让他在屋子里闷着 应该多出去走走 对啊 我也说要带奶奶出去走走嘛 你除了一张嘴而已 你整天在外面下风 你真的花时间陪过奶奶吗 我上次不是说 要开车陪奶奶出去逛 不是你不让吗 那以你现在开车的水平 我能够放心吗 我早已经说过了 女孩子学什么开车 学的心都野了 亨利兄弟说的对 丑空我陪娘出去走走 你别把什么事情 都拦你身上 叫小春陪着去 兄弟 这家里琐碎的事 就交给女人去操心了 我们去书房谈我们男人的事 请 来 送你一点男人用的东西 古巴的雪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个我抽过 十几年前抽过 但我还是觉得 咱们家乡的土烟味好 第一次抽的时候 还是赵律师拿给我抽的 那天我抽了一口之后 我把当天吃的所有的饭都吐出来了 那个姓赵的律师 现在你还在跟他合作吗 赵律师啊 他早就不干了 年岁大了 脑筋也不行了 只是我比较念旧而已 对了 兄弟 这些年我在商场上 打拼扶尘 手边累积了一些 能够应用的资金 如果我把这些钱 交到你的手上 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打算 你是说 你要把你的身家姓名 全都交给我一个人身上 咱们是杀头不换的关系啊 我当然信得过你啊 你呢 紫城副业 以私行起家 据我所知呢 现在南京城 有几个民用的码头 都已经归到你的名下了 这是不错的实业啊 但是在资金的调度上呢 还是必须从银行做起 好啊 那咱们开个银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那咱们开启点赞 订阅 咱们开启点赞 然后启点赞 好了 再介绍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